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用程式为信上祝福 我是DDIO 在下半场我将会为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增加协作的成功率 在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进入业界开始工作之后 你有没有想过 你想要如何分配你每一周的时间呢 常见的选项会像是工作 家务或是休闲 那有的人会想要让这三个选项是平衡的 那有的人会想要着重其中的某一个部分 那我今天想要问大家的是 如果今天多了一个选项 如果今天我有机会可以和公益团体协作 或是我有机会可以促进公共利益的发生 那多了这个选项的话 你会想要如何分配他们呢 好 你心目中已经有答案了吗 希望你先在这里决定了 决定好分配了每一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的数字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用非常多的实力 来让你知道在实际的这个世界里面 大概会有哪一些公益团体 以及我们有哪些合作的方式 那接下来我也会介绍 开放原始码或是开放文化 常会需要用到的开源量表 要如何用开源量表来评估今天怎么样的合作方式 才是适合的 那也别忘了我们在刚才问到的关于这四个项目的时间分配 你可以在心里记住你原本想要的那个数字 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来看 你想要分配的那个数字实际上可能可以怎么样来做到 接下来我们会先从时间分配与合作方式开始介绍 那我们在里面会提到非常多的公司 以及实际曾经发生过的合作模式 那在这边我们介绍这些实力的目的 并不是想要说请大家就照着做就对了 因为其实合作的方式有非常多种 那在这边想要让大家知道的一个点子是 其实不用被眼前的现况所限制 因为只要你有足够的想象力 只要你很清楚你想要认同的价值 以及你想要付出的时间的话 其实合作的方式是有非常多种的 那我们这边先用简单的投入时间的差异来分 首先是投入时间最多的 也就是如果你想要让把你的工作结合公益 或是结合和公益组织的合作的话 大概有哪些方式 那在正直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先从左边的和公益 直接在公益团体工作的这个部分开始来看 那我不确定大家对公益团体的了解程度 大概到怎么样 那我们这边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军医教育品牌 它是在台湾制作一个免费的线上教育平台 那它的目标是想要解决在台湾的一些弱势教育上面的问题 那因为它是一个教育平台 所以它本身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科技公司 只是它今天服务的客户 是台湾的比较弱势的受教育的学童或者是学校 那第二个呢 范例的话就是国际特色组织 那这个组织呢 是主要在处理跨国的人权的问题 像是比如说死刑犯的声援 或者是比如说台湾的一些人权相关的议题 他们也都在涉入 那在公益团体里面做工程师的好处 当然是如果你已经找到一个你价值认同的一个公益团体的话 那在里面工作 当然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心力完整的奉献给你认同的价值 达到一个工作与自我实现合一的一个地步 那但是反过来说 因为其实一般的公益团体 尤其是台湾本土的公益团体 通常呢都比较少提供数位的服务 那除非是像军医这样 它本身的目的组织的目的 就是在提供一个数位服务 否则这一类的团体 通常它的技术的相关子学都会比较少 那比较少 反过来说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新手工程师 或是你一个 你是一个不太确定自己的职压要如何发展的人 那在进入 直接在公益团体里面工作的话 你就会缺少一个成熟的职压发展的路径 也就是说 你需要有比较好的自我成长的能力 才比较适合在这样的地方来长久工作 那除了在公益团体里面直接工作之外 另外一个选项 全职的选项 则是在提供公益团体的数位服务的公司工作 听起来可能有一点饶口 那我这边举了几个例子 包含是网络行动科技 以及应援科技 这两间公司呢 其实都是在台湾的公司 那他们做的服务呢 主要就是来服务 非盈利组织 或是非政府组织 这一些公益的团体 来提供他们 比如说包含要募款 或者是去做我们叫做CRM 客户关系服务的这样的线上的服务 那除了这个金流 以及客户关系的服务之外呢 他们也可以接受这些公益组织的委托 来制作不同专案的网站 那另外一个例子的话 这是旧新公益科技 那旧新公益科技呢 主要做的是以地图 以及灾难的应用 而打造出来的一个线上的服务 那它服务的对象呢 就是全世界的 非常多有需要这样子援助的国家 那我刚举了这几个例子 他们都是自己本身是一间科技公司 提供数位服务给其他的公益组织 来协助其他的公益组织 能够去完成他们原本想要达到的使命 那在这样的科技公司工作的话 的好处是你 虽然他不是直接在公益团体里面工作 但是我觉得你间接的 其实还是可以协助到 你认同的这些公益组织 那另外一个好处是 因为它是一间科技公司 所以其实相对来说 它的职业发展的路径会比较成熟 你可能比较容易找到 你想要效法的对象 那也有比较多的和你相类似的 工程师可以来协助你持续的成长 那当然反过来说 在一间科技公司工作 它的可能会碰到的缺点就是 今天所有的科技公司会碰到的问题 就是当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服务很有弹性 可以服务非常多的人的时候 它的规模就很难以扩大 因为这就是一个 弹性与规模总是很难两全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不一定真的可以这么 适切的去服务到我自己有兴趣 或是我价值认同的这些公益组织 那另外一个如果和其他的软体产业里面 其他的公司或其他的市场比的话 这一类的公司的数量相对是少的 所以其实在职缺上面也是比较少的 那在正值之外 我们如果把投入的时间减少一点的话 那就会落到兼职 或者是我们现在可能会说斜杠的领域了 那在兼职的领域 兼职的范例里面 我们可以一样 可以先从左边这一栏开始看 也就是接案工程师 那大家如果有大概了解 软体工程师的业界生态的话 接案可能会分成是你是个人工作的事 也就是说我身为一个工程师 那是由我自己主动去跟外面的客户接洽 然后来接城市的这样的设计的案子 那另外一种则是专业的外报公司 他们是一整个公司有非常多不同专业 然后不同职长的人来负责做整个专案 那这些专业的外报公司 也会有人负责去比如说接洽 不同的公益组织 或是不同的商业公司来的案子来去试作 那在如果你选择了当做接案工程师的话 那我们这边它的好处呢 就是当然你的工作选择会非常多 因为其实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子的工作机会 那再来是在这一类的公司工作的话 你也比较容易可以拿到符合台湾的软体业主流的一个收入的标准 那当然反过来说 那因为这是一个不一定会去服务公益组织的一个工作的形态 所以其实你不太能去控制 到底今天我会接到怎么样的案子 或是我接到的这些案子的客户 他们的价值是不是我认同的 那再来另外一个限制呢 就是其实能接触到公益组织 在用接案的这个方式来说的话 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尤其是在台湾本地的这些公益组织 他们想他们在做的事情呢 都是靠捐款或者是比如说政府的资金 或是鞋的补助来去营运的 所以其实大家的资源都是非常有限 那在很多这样的组织里面 他们是很难用市价 用市场的价格来去外包一个数位的服务专案的 那在接案之外 就来到我们右边也就是斜杠工作者的领域 那因为斜杠其实是一个有非常多想象空间的词 那我这边想要放斜杠工作者 是想要拿来跟接案工程师来做对照 因为当我们是一个斜杠工作者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我们最注重的价值就不只是财务的收入 那比如说今天在我们 当我是一个斜杠工作者 当我考虑去要去跟一个公益组织合作的时候 对我来说财务的收入可能只是其次 那可能更重要的是今天 比如说它能不能够让我去满足 我想要完成的价值 实现的价值 或者甚至我们反过来说好了 当我和这个公益组织合作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透过这次合作 我给予 我把我的专业技能交给这个公益组织的同事 我能不能够从这个公益组织身上 学到一些其实我自己一直很想要学到的能力 这个可能也是另外一种的交换 也就是我们除了用专业的劳务 和这个财务的交换之外 我们也有可能做到一个是技能的交换 或者是比如说 如果我是一个非常认同开源文化 或是开放原始码的工程师 我能不能够透过这样子的合作的机会 来让开放原始码 或是开放文化的精神 也能够进入到公益组织里面呢 这可能也是鞋缸工作者 在考虑合作案的时候会做的一个选择 对那我差不多把优点讲完了 因为当我是一个鞋缸工作者的话 我会有非常多的选择 因为我可以主动去接触 我自己认同的这些团队 那我也会很容易累积 非常容易和其他的选项比起来 这个鞋缸工作者 比较容易去累积跨界合作的经验 那他可以累积到的这个职业的工作经验 其实就是其他的路线会比较少 可以累积到的 那当然反过来说 我今天既然不是以财务报酬 为我的首要的考量 那我要嘛就是选择牺牲我的薪水的收入 不然的话就是我要在工作之余 都去牺牲我的其他的这些时间 比如说休闲的时间 来去完成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鞋缸工作者另外一个缺点是 因为每一个鞋缸工作者选择的路 都是不一样的 更不用说和其他的全职的工程师比 所以呢这是一条比较少走的路 比较少人走的路 所以你需要非常的清楚 知道自己的目标 还有自我成长的方法 不然的话会变得非常的恐慌 那最后一个分类呢 是投入时间最少的 也就是我们是用闲暇的专案 也就是下班之后有余力 再来参加的这样的专案 再去跟大家介绍 那第一种呢就是下班后的side project 或者我们可以说志工这样的性质 那这边的例子会有像是2020年的选前大补帖 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在上半场的课 有提到的资料英雄计划 那这些专案呢 其实他们都是用志工的形式 使大家运用他们下班的闲暇时间 在网络上揪了想要认同一起做这件事情的人之后 来完成的计划 它的优点当然就是因为时间其实比较有弹性 所以其实是对参与的人来说 是比较不会有时间压力的 那你也可以同时透过这个场合 当作一个很好的入门的机会 因为你可以在这边认识很多和你一样有类似的认同的工程师 或是其他的专业的人 那这样的累积呢 这样的社会关系 其实都可以带到之后的专案里面 去找其他的相关的合得来的合作对象 那但是这一类的合作方式的缺点呢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来的 他可能能够付出的时间都相对少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提出这样的专案的人的话 那你就会需要比较高的管理成本 因为你要处理比如说很多人的合作或者是交接 那再来的话 第二个缺点是 这一类的专案通常他成员的流动性会比较高 所以呢通常只会适合 比较适合短期的专案 比如说三个月或是半年之内就会完成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也是大家用闲暇的时间参与的形式 那就会是开源社群的专案 比如说这边的例子的话会是大家来找场 它是一个由地球公民基金会提出的一个农地工厂的专案 那后来衍生出的一个开源的社群 那以及呢后面一个是台湾黑熊通报与资讯平台 这个是台湾黑熊 由台湾黑熊协会提出 然后呢从大家来找场的这个专案里面 复制了程式码出来之后 形成了另外一个开源社群 那听起来开源社群其实和前面讲的 这个side project或是制空的形式会有一点像 那只是差别呢 我会把它特别独立出来成一个 是因为在开源社群的专案里面 大家其实是预设了 就是我们在这里的人 我们都是要第一个使用开放原始码 再来呢我们会用一套叫做开源文化的合作方式 来去进行协作 对那使用了开源社群专案的好处是呢 因为开源文化本身已经是一套行之有年的合作方式 所以其实在这个里面已经处理了非常多 就是多人协作 而且是用软体的方式来分工 这样的模式应该要先设定哪些规则 要用怎么样的合作方式 才可以让这些事情整个开发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 所以它预设提供哪一套开源的方案 所以呢是一个可行的合作模式 你就可以减少一些自己在摸索或是设定规则的时间 那再来跟前面的志工的这个模式也是一样 其实开源社群也是一个非常好认识同好 或是认识其他成员的机会 那但开源社群也是有它的缺点的 比如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开源社群的话 其实并不是只要有人出生 这个社群就会出现 它还是必须要仰赖一些人 比如说社群经理的经营 才能去维系这个社群的活力或是文化 那再来第二个是并不是所有的专案都适合成立开源社群 那这个我们也会在等一下的翻例里面来讲到 好我们刚才举了非常多的例子 那大家可能我不确定大家听起来会不会有一点眼花缭乱的感觉 但这边的目的其实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是 我们其实在从开头的我们在讲说 你想要如何分配你的事件 那但是到这边呢 我想引入另外一个轴线 就是你想要让你付出的这些时间 能够带来多少的影响力 其实可能也会影响你要如何参与这些专案 比如说像是如果你是一个正职 然后你是直接在公益组织里面工作的话 那你当然因为你投入的时间最多 你可能也会有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力 但是反过来说 如果我想要我只有一点点时间投入 而且对我来说影响力的高低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话 那可能接案就会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方式 那最后我觉得要谈的一点是除了财务报酬之外 如果我今天想要的东西是其他的大概会有哪一些选择 就像我们刚才在斜杠的那个例子里面谈的比较多的 那除了财务报酬之外 其实我们刚刚也有谈到的比如说我能不能够透过这一次的合作去拓展我的职业视野或是工作能力 这个部分我们可以从重向或是很向来想 比如说我们能不能透过这个工作让我的城市的能力再跟加深 或者是透过这些合作比如说进入开源社群 我能不能够因此而认识到和我这个工作有关的上下游 那进而去学习或是尝试这些不同的工作类型 其实都是一种拓展之牙视野的一个回报 那最后呢就是人际网络 尤其是在比如说开源社群或是志工这样的形式的合作里面 其实我们都很容易而且可以很轻快的可以去认识很多各式各样的人 那这些人呢或许都可以在为往后的生活 不一定是工作也有可能是我的其他的生活的部分 来增进这些丰富的程度 好了那我们介绍完了各种的这些合作或是时间分配的范例之后呢 接下来要请大家做的一个开放练习 就是请你规划一种你想要的参与方式 那这个是延续我们前一场的作业 就是如果你已经挑选了一个你有兴趣的公益团体的话 那你也找到了他们最近提出的数位专案 那就欢迎来想想 如果今天呢你想要参与这个专案的话 你觉得以你的时间分配 或是以你想要达到的这个贡献度 你觉得哪一些参与方式是可以满足双方的需求的 那如果你是还不确定 你想要参加哪一个公益团体 或者是你有哪一些感兴趣的公益团体的话 那我觉得在这堂课之外 那也可以欢迎你可以来参加G0V的两个月一次的这个大的黑客搜 那因为G0V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友善的场合 是你只要是你对公益的事情 或者你对公共的议题有兴趣的话 你都可以在G0V的大宋里面去找到现在有哪一些人 可能有兴趣或是有需要工程师来去协助他 对那在这个地方呢 也会有非常多友善的其他的社群参与者来去跟你说 这每一件事情可能可以怎么样切入会比较好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如何判断一个专案 是否能够使用开源的方式来进行协作 那这边要特别介绍开源是因为公益团体的它的组织的性质 其实在和公益团体合作的时候有很多的特性是本来在开源的这些协作的文化里面就已经享有的 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常常在公益团体的合作里面会发现是 我今天如果只是想要一个人来去贡献这个案子的话 那因为大家的时间都有限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来实作的话他的贡献的速度会太慢 这时候我们如果来去思考的是我们要如何让更多的志工或是其他人一起参与这个专案的话 要怎么样可以避免常见的问题 比如说多人协作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分工 那谁有权利决定谁该做什么 那这些东西其实在开源的文化里面我们透过开源的授权条款 或是尽早开放 以及我们已经有行之有年的这些社群经营的心法 其实都是在解决多人参与而且是非同步的写作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或是比如说在一个公益团体的案子里面 我们常常会需要碰到的是 虽然这个案子本身需要长期维护 但是因为参与的人的流动性比较高 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交接的问题 那这件事情呢 因为开源的专案 他们基本上我们在成立之初就已经要求 每一个专案都必须要是交接友善 因为所有的资料都是公开的 要可以很容易的让大家去分支与复支 所以这件事情也是开源的这个专案 常常已经很习惯去处理的一件事情 那最后我觉得常常很多人在跟公益团体合作的时候会碰到的是 因为合作组织的文化会比较保守 或者是我们工程师比较不习惯这些组织的文化 不知道怎么样调试 那在这个部分呢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非常多的前仆后继的这些开源的参与者 有参与了各种公益的专案 那因为这个是开源社群 所以其实大家会很习惯的去将自己的经验公开在 不管是网络上或者是社群里面 所以其实在开源的社群里面 我们也很容易可以找到这样的分享 那就可以找到如果是你的例子的话 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 那我们虽然讲了很多是开源为什么适合公益组织的合作 但其实开源的文化和公益组织本身 这两个不同很不同类型的组织的方式 其实本身是不一定相容的 因为比如说对开源界来说 我们很习惯的是大家有兴趣就来做一点 那如果没有人有兴趣的话我们就算了 但是在公益组织里面 那作为一个比较固定的组织 我们每年都会有预算还有任务还有规划 那这两个不同的组织的形态要怎么样可以合作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这边想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评估的方式 好 那我们接下来会使用是2016年在GDMV的Summit 提出的一个叫做Bluepart开放的跨界量表 来跟大家介绍要怎么样去评估一个专案 它的开放的难易度 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总共有七个向线 那每一个向线呢总共有三个分数就是从0到2 那这七个向线 他们在每一个向线评估完分数之后 如果加起来它越接近0的话 就代表它是越有机会或是越容易做到开源的 那如果分数越高 当然反过来说代表的就是它越不容易可以开源 或是还要开源的时候就越需要去思考如何进行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的大概介绍这每一个向度在做的事情 那期限的部分就讲了就是这个专案有没有很固定的期限 比如说我是不是一定要在几月几号的时候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那费用呢则是这个专案如果开始做了之后 我到底会花费多少钱 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完全仰赖志工的专案 那当然就不会有花费 但是如果我做下去之后就需要去付出 比如说机器的维护费用 或者是我需要有各种的像是出差啊 那比如说这个租用办公室的成本的话 那它就是一个会花费比较高的一个专案 那复杂部分的讲的事情是 这一个专案它需要的是一个人就可以做完吗 还是它需要它其实需要很多个人一起分工 或者是甚至更复杂的是 它其实需要仰赖很多不同专业的人一起来分工 那数位性的部分讲的就是我是一个完全的数位 比如说我是一个只要做完网站就可以做完的专案吗 还是它其实会仰赖非常多的实体的活动 模组性的部分讲的是 今天我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 它容不容易分工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拆成很多个部分 让大家各自去执行 还是其实这一些整个专案的 需要有一个完全懂整个专案全局的人 那全部的事情都要经过它才可以完成 这个就是模组性 那通用性讲的事情是 这个专案完成之后有多少的部分是可以拿去给其他人使用的 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农地工厂和黑熊的通报系统的例子 它们就是一个可以互相通用的例子 那在最后公开性的部分则是 这个专案的成品它有多少是可以公开给外面的人知道的东西 因为当你越需要去设定权限或者是越需要去阻止别人 外界的人来去知道你的资讯的时候 它需要做的成本需要付出的成本当然就是越高的 好啦那接下来就是练习时间啦 我们先从比较容易开源的专案ESG检测仪开始 让大家试试看自己做一遍DUTA的开放量表 那ESG检测仪是由台湾的一个环境组织 叫做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所提出的专案 这个专案的目的是想要让企业可以得公共责任的计算 可以更透明 那ESG背后代表的这三个英文字所代表的意思 就是环境environment 社会social和government治理 那我们希望可以从这三个面向来去讨论一个企业 它除了在本身的盈利的这个获利的能力之外呢 那对社会以及对于环境的这些责任是不是有尽到 那因为在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希望是使用公开的资讯 公共来去进行监督 所以呢在规划执行的部分 我们就会需要去收集目前已经有的公开资料 那把这些公开资料的整理 然后汇整成我们想要用的资讯 那就像大家现在在画面的右手边看到的这个大的表格 它其实就是是一个我们整理好的 是应该说网站整理好的一个汇整 从各地的公开资料汇整出来的另外一份的公开资料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公开资料呢 整理在呃呈现在一个公开的网站上面 那透过这样的参与的平台来去造成凝聚这个社会的关注 那就可以反过来说我们就可以造成企业的压力 让这个企业呢可以透过这样的过程 接入更多的资料 那让台湾的这个ESG的这个运动 可以迈向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那除了网站之外呢 这个计划它也会需要去搭配 比如说我们要开记者会 或是我们要进入国会来游说相关的制度的推动 那来让整件事情呢可以顺利的进行下去 那至于这些呃其他网站以外的事件 什么时候要做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就会回到这个提案的组织 也就是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的身上来去处理了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个呃 网站的细节的话呢 也可以点我们投影片上面的连结 里面都有比较详细的资讯可以参考 好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用我们上面提供的资讯 来去画我们的这一个呃开放的量表 那我们计时时间是五分钟 那接下来大家就给按下暂停键 然后来去帮这个专案打分数哦 好的大家第一次填这个Bluva开放量表 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那这边呢是我提供的一个参考的范例 那可能大家出来的答案不一定会和我一样 但是我这边呢就会呃很快的跟大家解释一遍 我在每一个项目大概是怎么样去思考的 那首先是期限的部分 那因为就像我们刚才在同一篇里面有提到的 因为在这个专案呢 我们会是会需要去配合 呃呃呃呃这个环境组织 它的呃呃比如说开机舍会或是倡议的期程 所以其实在期限上面呢会会是比较多 会有比较多的要求 所以在这边会是两分 但是在费用的部分呢 因为呃我们是在这个专案里面是使用了 这个组织原本既有的人力 再加上志工的配合 那而且呢这个专案我们的产出是一个网站 基本上它不需要什么样的费用 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的部分 因为它既不是完全不用费用 但是呢我们也不用太多额外的费用 那再来复杂度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组织其实它本身本来就已经知道 大概要去哪里抓这些资料 我们剩下的只是要把网站 还把这些资料的汇整出来 然后呈现在网站上 所以它是一个一人之感完全没有问题的 一个网站 那再来因为它是网站 所以当然数位性的部分是一个完全可以数位的 那模组化的部分呢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其实这个专案已经可以有非常清楚的 说出它需要做哪些事情 那每一件事情之间的关联是什么 所以其实在模组性的部分 已经可以做到非常的好 那通用性的部分呢 以像这样子的资料类型的网站 它当然资料的部分是可以公开给其他人去使用的 但是网站的部分 因为它是专门为了这个目的而设计 所以网站的部分大概很难 可以拿去给其他的专案继续使用 那最后公开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网站它就是一个完全公开的网站 包含资料以及处理这些资料流程 所以它是可以完全公开的 所以在这个量表做完之后 我们其实可以发现它其实因为它距离开放非常的近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门槛非常低 非常容易开源的专案 所以像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把它变成了一个开源专案 那包含网站已经包含所有的资料都放在网页上面 好了做完了一个很容易开放的专案的范例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练习一个比较难去开源 但其实最后也还是有开源的例子 我们这边要做的是农地违章工厂 也就是这个是由另外一个环境组织 叫做地球公民行动联盟所提出 那最后演变成一个开源社群的专案 那在这个专案里面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去掌握在台湾的农地违章工厂的一些实际的证据 所以其实我们会需要去揪 你可以想象的是我们会需要提供一个网站 就像大家现在右边看到的这个画面截图一样 那我们会需要去揪很多在地的这些朋友 来去拍他们家附近农地上的这些工厂 因为这些工厂它很有可能其实都是违章工厂 所以在规划与执行的部分 我们要可以找到这些关心引擎的民众 让大家呢可以直接用手机 因为你人在外面嘛 你要可以用手机就可以直接回报 你附近这些违章工厂的状况 然后做到这件事情呢 我们其实要做到这个网站的前提是 第一个我们要先拿到这个违章工厂说的地理图资 那我们肯定要会先影像处理 然后呢要做资料视觉化 因为我们要把它很有效率的呈现在 这个网站上面的地 而且是要用地图的方式 那再来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要给一般的民众来去使用的 所以包含比如说像是网站的应用性评估 怎么样避免有人可以来破坏或是无烂的选举 然后再来呢是我们有收集了这些回报资料之后 要怎么样去串接这个环境组织地球公民行动联盟 它后续的这些行动行政的流程 其实是全部都需要去考虑进去的 那最后呢其实跟前一个主要很像 因为这个是由 这个是由倡议的环境组织所提出的一个运动的计划 所以其实它也是要去搭配记者会 或是这个组织它本身的这些倡议的节奏来去进行的 好那接下来是一样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来画出这个农地围商工厂开放量表吧 那如果你也对这个网站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前一页的投影片 也有附上这个网站的网址 可以给大家参考 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按上暂停键 那计时开始啰 好不知道大家做怎么样 这一题可能比较难 因为它就会牵涉到比较多的城市的专业 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每一个项目 比较抽象的部分 我会解释给大家来听看看 首先我们先从比较大的范围来看 在这一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的量保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和第一个练习相比 它的分数加总是高于第一个练习的 那这个意思呢是说它虽然离开放比较远 但这并不代表它不能开放 因为在实际上在真实的实际里面 它就是一个开运的专案 那第二个我们来讲一下复杂度 复杂度我们通常可以用两个面向来评估 第一个是它是不是要很多个人一起合作才有办法做得完的专案 那第二个呢是 所以我们不管有没有很多人 它是不是一个需要非常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一起合作才能做完的专案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因为这个专案我们同时会需要会处理地理图资 会处理资料库 会做网页 那而且呢我们还需要做到应用性测试 以及我们要去评估 用一个网站来处理不同类型的使用者的接触点的这件事情 所以它同时会需要非常多不同专业的工程师 以及不同专业的设计师来进行合作 所以它会是一个复杂度比较高的网站 那最后是公开性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专案呢 它处理的是这个匿名举报这样的系统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 要非常认真的去处理识别化的这一块 所以在公开的部分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所有的资料 比如说是谁或是哪一个IP来回报的 来去公开在网络上面 对那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虽然农地围商工厂的开放量表的分数呢 是比较高的 但其实正并不代表不能开源 因为在实际的真实的世界里面呢 它就是一个在开源社群里面维系很久 而且做得很成功的一个开源的社群和专案 对就像刚才前面讲的 Brupa它在它其实概念上比较接近心理测验 而不是标准答案 它这边想要讲的只是 今天我们分数越低就是我们越接近开源 越接近开放的代表是越容易开源协作 但你分数越高越远离开源的 它代表的其实只是如果我想要开源的话 我越需要去思考和设计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协作 那最后一点是今天除了这个专案适不适合开源 离开源的近或远之外 我就有另外一个可以拿来评估的参考的地方是复杂度 因为复杂度会决定我们今天的这些合作的方式 可以有哪一些选择的空间 我们就拿后面的这个图来解释应该会更清楚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在X轴的部分是刚才开放两标出来的分数 我们可能是接近或者是远离开放 但是在Y轴另外一个轴线上面讲的就会是专案的复杂度 如果今天专案复杂度越简单的话 其实我处理起来的成本会越小 比如说现在第一个练习ESG检测仪里面 因为它是偏向简单 而且比较接近开放的专案 所以其实我要做起来 它就很容易可以直接变成是一个单纯的开源专案 但是像在第二个例子 农地围上工厂的例子里面 因为它离开放比较远 而且的复杂度比较高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规划一个比较多元的参与模式 像是在这边我们是把它包装成一个有独立的开源社群 而地球公民则是一个参与这个开源社群的其中一个角色 所以它并不是地球公民本身变成一个开源社群 所以它是透过这样的两个团体 或是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的关系 来去完成这个专案 那同时因为变成了这样子的包装 我们在实施的要求上面 就不能像原本的需求 变成是我要先讲好几月几号 要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因为在开源社群里面 我们比较难去做到这样的要求 那这个就是当我们决定选择开源社群 这样的模式之后 在比较复杂的专案 离开放比较远的专案里面 我们会需要去做个调整 好 那在这一个部分结束之前的一样 我们就延续我们前面的练习 请大家针对你已经选好 这个公益团体以及专案 来去画出你想象中的这个开放的量表 那画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来想 我刚才在前一个作业里面 去设计的那个参与的模式 是不是有可能是用开源的方式来去参与的呢 那如果你对开源的这个概念还不是很熟的话 欢迎可以点我们投影片里面的链接 或者是你可以在网络上搜寻 我们有非常多的包含开源相关的经验 或者是一些指引 可以给大家提供做参考 那在这堂课的最后一个部分呢 我会来分享一下 一个和公益组织合作的数位专案 它除了工程师之外 大概还会有其他哪一些角色 那会想要分享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不管你自己是不是立志成为工程师 或你是不是已经在写程师 其实要让一个专案成功 有非常多种不同的参与的方式 你可以写程师 那你也可以是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不管是怎么样的专业 其实都可以找到和公益团体合作的方式 我们在这边就以ESG检测仪 这个网站来当做例子 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上 是ESG检测仪网站的一个截图 那在这个截图里面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是一个在颜色的色调的设计 那以及我们在操作的界面上面 都相当简洁而且流利的一个网站 那要有这样的画面呢 其实我们就会需要一个 是有设计的能力的UI设计师 来去提供这个画面的包含画面上 异用性以及怎么样看起来 在视觉上是舒服的 这些其实都是UI设计师的守备范围 那再来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是 ESG检测仪呢 它需要去汇整很多不同来源的资料 像是比如说公开资讯观测站 或者是一些经济部的上市的公司的资讯 要汇整这些资讯 或是我们要知道这些资讯哪里来 其实我们会需要一个类似数据总管的角色 它需要非常的清楚而且敏感 这些资料可以怎么样去取得 那数据总管的角色 可能可以来自民间 或者是呢 也可以来自这些公益团体的内部 那最后呢 要让这个网站呈现出来 我们除了要知道资料 从哪里来之外 有一些资料其实并不是这么的开放 或是不是这么的适合城市来去读取 所以其实我们也会需要资料工程师 来去呢 写出各种的机器人 来去下载这些资料 还有合并这些资料 那最后呢 这是我们也会需要一个网页的前端工程师 来把设计师给出的设计稿 那以及资料工程师 阐述的这些资料呢 根据数据总管的要求 生成一个让大家真的可以使用 和观看的一个网站 所以我们光是这个网站呢 我们就至少需要四种的专业来去完成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往回拉一点 做出这个网站之前 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就像我们在上半堂的课 提到的专案的生命周期 其实一个网站看到的东西 都是执行的结果 但前面的提问以及规划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 而且可能是更重要的事情 那在ESC检测仪的背后 其实我们需要 这个组织会想要去做到的事情 是我们希望透过开放资料 来去产生一个 让企业愿意良性竞争的一个状况 那这件事情我们是为了 去可以去创造一个更健康的社会 以及更健康的环境 因为其实面对气候风险的时候 愿意共同承担的企业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些企业才能够真的去面对 未来的风险 等于是去储备自己未来的竞争力 那要做到这件事情 其实在ESC检测仪的规划里面 我们就是透过建议一个网站 用这个网站来当做基础 来去做宣传和政策倡议 那作为这整个良性竞逐的一个启动的基础 那最后在执行方面呢 我们除了做网站之外 其实它背后需要非常多相关的研究 比如说怎么样的资料 整合在一起才是合理的 那但是你要做到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就必须要在非常有限的财务预算底下 做到这些事情 但其实像是ESC相关的研究员 以及像这些 等于是要自行开发维护一个资讯系统 其实本身都是非常花钱的事情 但就像我们都会知道 是气候风险其实现在是一个刻不容缓 我们要马上来去解决的事情 所以其实对这个组织来说 它只能用最有效率的方式 来将资源放在最重要的地方来去切入 它不可能是每一件 它觉得有需要的事情都来去做 那在这样的背后的分析底下 我们就可以发现 其实它需要的东西 不只是我们刚才讲的 设计师资料总管 以及两种工程师 像是在提问的部分 我们就会需要一个多余的翻译 来去做很快的去做各国的环境政策的比较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知道 今天台湾可以怎么样去 不管是借行国外 还是有怎么样的例子 是台湾这边也可以去使用的 那在规划的部分 我们就会很需要 一个是有数据治理背景 就是我知道怎么样拿数据 来去进行倡议的这样的专业 来去加入这个专案来一起合作 那最后在执行的部分 怎么样在众多的需求里面 找出最关键的那些东西 并把它包装成服务 其实这个专业就是一个 设计师 一种设计师叫做服务设计师的专长 因为他们可以去厘清需求 决定最必要的接触点 以及去决定去设计出一个必要和最重要的服务出来 那再来是我们知道怎么样可以很有效率的去 创造去制作出一个资讯系统 那让这个资讯系统是在公益团 公益这个公益组织的这个财务的预算底下 还是可以运作的 其实我们就很需要一个很有经验的资讯系统架构师 那他可能是一个比较资深的工程师 那他会知道怎么样可以善用既有的服务 来去建立出一个供应团体 或是这个环保团体 也可以去负担的系统 那最后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样讲起来 ES区检测仪的背后 它的复杂度其实是跟农地工厂的专案是非常像的 所以在这边呢 他也很需要一个有专案管理经验的专案经理 让他能够去统整需求去调配资源 来去决定我们的下一步要做什么 才是对这个专案最有利的 那这边讲起来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想要把一件事情做好 特别是在公益团体里面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会需要非常多不同的专业进场的 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其实公益团体通常都是财务资源非常有限 那他能靠的就是靠大家的热情 或者是靠志工的参与 来去让这些事情可以做完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上 我们的上下场的这个分享里面 我觉得虽然我们讲了很多 怎么样执行 或者怎么样判断的这些操作的细节 那也讲了很多真实的范例给大家参考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在分享这门课的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是 今天协作的这件事情呢 是始于一个开放的心态 还有互相理解的这个意愿 因为虽然会聚在这里的人 都是希望我们可以透过自己的力量 来去创造比原本还要再多一点点的公共利益 那要创造这些事情的前提 其实就是开放和互相理解 因为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各自的专长 但是尤其是在和公益团体的合作里面 要再多做一点点别人不擅长 虽然那也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不擅长的事情 那个东西它就会是协作的起点 好的 以上是我这两堂的分享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 如果有问题的话 我们都可以在后续的交流时间再讨论 谢谢大家